當然要衡量得失利弊 都還是要先看什麼呢 一切以合法為原則 否則就要小心 因小失大了 怎麼說呢 我們交給主播許甫 謝謝玉琴 有一首歌的歌詞叫做 路邊的野花不要踩 但是路邊釣的東西 也不要隨便去撿來自己用 不然恐怕會因小失大 我們先來看到 有一個叫車平台 做出一個有趣的統計 因為現代人都是匆匆忙忙的 很常去搭車的時候就釣東釣西 而且香港人比台灣人 感覺腳步更快 所以在香港 坐車的遺失物排行榜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名大家不意外 應該就是最常用到 也最常丟掉的手機 再來你看到 還有什麼第五名信用卡 第七名是皮包 這些都是貴重物品 掉了真的會很著急 可是要講的是 有些掉的東西真的太怪了 你看 還有掉過枕頭的 這是做多長途的車 需要補棉嗎 另外你看 掉單車輪掉在車上 這好像反過來了 怎麼你坐轎車 帶著車輪呢 另外這個也很匪夷所思 你看到它掉什麼 掉藍寶尖泥 掉保時捷等等名車的鑰匙 如果不是因為喝了酒不能開車 不然你有一輛千萬的超跑 然後你不好好地去兜風享受 去叫別人的車來坐 好像是有一點太可惜了 當然貴是一種感覺 千萬超跑當然是很貴 可是感覺理所當然 可是如果你是喝到一杯 兩萬一千塊的奶茶 那是貴到嚇死人了 這怎麼回事 我們來看這個案例 這是有一個人 他撿到了一張學生悠遊卡 起了歹念 就去超商買了29塊的奶茶 後來這個學生報案了 倒刷的人看 東窗事發 就協議說不然我賠你兩萬一 這算是喝了一杯天價的奶茶 算了吧 但是這還沒完 因為在法律上 這是要判罰 罰金一萬塊 可以付以勞役十天 或是緩刑兩年 但是法律是不是也說個不準 因為另外一個個案 我們來看到 在路邊也是撿到悠遊卡 花掉的錢更多 花了1800多塊 而且他也坦誠佔用 也賠償了 結果一模一樣的劇情 倒刷的還更多 但是檢察官卻裁決不起訴 當然我不是學法律的 我不知道這兩個案子 有什麼差別 我們今天就是要連線到的是 立情國際法律事務所的律師 劉偉廷 劉律師 我要第一個問題要請教的就是說 剛剛我們看到這兩個個案 都一樣都是倒刷 而且刷的錢 後面的人還刷的更多 可是法官到底起訴 跟不起訴的標準是什麼 其實這個個案 真的是因人而異 雖然第一個個案 他可能倒刷的只有一杯飲料 可是被害人跟這個 加害人願意和解 願意用兩萬一千塊 和解的話 那當然這案體也就結案了 那另外一件 他倒刷了一千八百多塊 就是使用這個悠遊卡 那也一樣賠償給了被害人 所以才讓檢察官認為說 那既然已經犯後態度很良好 願意賠償被害人 那這個又是一個清脆 所以就認為說 那乾脆就直接給你不起訴好了 的確依照我們刑事訴訟法 253條的規定 針對這些違罪的部分 是可以不舉的 是可以不告 是讓他可以不起訴的 所以可能這個案件 在每個檢察官的手上 認為案情的輕重不太一樣 才會造成有這樣不一樣的 結果產生 是 但我比較好奇就是說 這兩個案子其實都跟被害人 有做一些賠償 也做一些和解 可是在法律程序上 其實還是要啟動的 這為什麼 這是因為說就算你和解之後 在法律上還是有責任 還是要經過檢察官那一關 沒錯 其實這些案件都是公訴罪 也是非告訴乃論罪 所以檢察官依法都必須做一個處罰 所以他的處罰方式有的是 決定讓他用不起訴處分 有的處罰方式是讓他起訴 但是可能判緩刑 這個就是由檢察官 自己來做決定的 是 有些人在講說 剛剛因為他是盜刷悠優卡 這很容易追查到來源 如果說我路邊撿到錢 可能他是小額的金錢 拿去花掉 有些人可能會心存僥倖 這個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而且很容易被追到嗎 對 這個其實就涉及到 收證的問題 現在一般其實在路上 或是一般的公共空間 都有非常多的監視器 所以你要主張說你撿到錢 然後沒有被發現 現在難度蠻高的 比較容易產生的問題是說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包包 我這個包包裡面到底有沒有錢 這才是一個問題所在 但這都是涉及到所謂的舉證問題 舉出證據來證明的問題 只要能夠舉證成功 那還是容易讓法官或檢察官認為說 確實你有侵占這些遺事物品 還是會對你做處罰的 是 剛剛講到比如說是錢 是悠遊卡 實際都有去消費好了 假設我今天路邊有一輛腳踏車 我把它騎回家 我說我隔天再騎回到警局去 到底這算不算實用 算不算侵占 沒錯 這個其實在法律上 是很有爭議 我們常常說叫做使用竊盜 如果我今天不是想 把這台車據為己有 我只是暫時借用的話 在法律上的確不會構成犯罪 他只是一個短暫時間的借用而已 可是怎麼證明你是短暫時間的借用 除非你真的把他牽回到警察局 然後主動的跟警察說 才會讓我們的警方 或是警察官這邊會認為說 的確你就是基於借用的目的 但如果你今天還沒牽回到警察局 或牽回到地檢署 你就被人家發現了 或許這些被害人就會認為說 你看你把車子遷到你家裡了 代表你確實有據為己有的目的 這個時候你跳到黃河都洗不清 所以還是會奉勸各位觀眾 我們不要做這樣子的行為 是 所以這個劉律師剛才也講到了 很多事情不是說 你單方面辯解有用的 經過了很多事證 或是說很多的證詞 去了解之後才能確認 你到底有沒有這個 所謂的侵占的意圖 我們謝謝劉律師 給我們今天的法律解說